各位同學 正在講完《存在主義》之後 我們這節課再來上一次是跟《存在主義》有關的現場學方法跟詮釋學的方法 首先我們要澄清一下一些問題 就是傳統的知識下他們會思考本質的、知識的、生理的問題 所以比較偏向科體的事物 但《存在主義》 上節跟我們講《存在主義》關心的是探討這些問題如何在個體 就是主體性、個體如何、個屬性、個體活生生的經驗中 具有重要的意義、遠大於說那個東西是什麼 是它對我而言有什麼意義、遠存在的價值 然後學者指出來說它比較貼近於我們早期開始的發展 很多像是齊克柏或是那個卡妙等等之類的 或是杜斯托、蝦夫子基、還有托洛斯基 他們都是比較像是文學家寫一堆小說去做一個這個什麼 或是它也去纏綿這個世界的、去描繪這個世界的殘酷 還有人的生命意義、還有人怎麼在絕望之中找到油氣或能力量 或是說在道德兩人之間怎麼去取捨 然後去拷問自己的靈魂 然後做出自己正確的良知、憑真良知的判斷 有自由選擇跟負責 也是面對良心做事這樣子 然後主要代表的目的有 還有齊克柏、蘇本華、亞斯佩、尼采、烏本、沙特、海德克 然後在有一種老師翻譯的那本早期的奧斯曼跟康亞密凱斯曼的書裡面 有聽到說海德克他本人拒絕會貼上存在主義的標籤 那實際上他做的事情就是這件事存在主義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跟存在主義有關的就是現象學 因為他們在講海德克爾在一起存有的時候 一定要處理到一個存有跟意識之間的關係 然後甚至像後期的現象學學者梅羅康蒂 他還是無法避免說知覺跟意識之間 跟身體之間那種跟存有 世界最根本存有那種的關係的探討 基本上現象學就是主要處理的是意識的現象 什麼物理 就有點像說從傳統的物資 在那裡 在那裡 吳塞爾的時候還是探討我怎麼去認識課題 因為康德說 我們所能夠認識的事件萬物只有現象 物資深是不可知的 然後那個誰 吳塞爾就想挑戰他的這種看法 認為說物資深還是可以知 我們可以透過現象學的方式去還原 通過本質還原、現象還原、本質質觀的方式去探討 尋求事物最根本的意義 可是到達海德克的時候把東西轉向為一種純羅學的 生命個人意義的探討 不再探討外在的事物 梅羅康蒂的時候認為說 前面都還是神經二元路 他強調回歸到一種身體的思學現象學識探索 然後另外在全思學的部分主要是探討說 怎麼獲得真理的方式或是怎麼去闡述在線真理的方式 主要代表了海德克、高德門、堯斯、呂格等等的 非常多 因為有些這個時期這一派存在主義延伸下 尼查海德克延伸下的學者 他既搞現象學又搞存事學 有時候要搞存在如意的一些理論 甚至影響到後期那個 或結構主義包含了富克、沙特等等之類的 甚至像德勒茲啊什麼一些概念 就是原生這些的 存在主義的傳統 還有信仲學跟全身學之間的方法論 方法或討論上面的應用 這些傳統 延伸到後面的 或結構主義或是結構主義 甚至是或現在主義等等之類的 女性主義等等之類的 都常常用到存在主義這一派 沿用下來的傳統 這跟我們上節課講到 然後源自於邏輯史證論跟那個維尼納學權 邏輯經驗論 原來維尼納學權 還有那個分析哲學群 像那個教育分解史的哲學 強調對事物的 那個病題的分析啊 做原子的拆解啊 化學論 這可能就是存在主義這樣 不會去著重這一塊 對外界事物的化學 他的重視在於 人的存有生命的意義價值的權是這一塊 然後 對然後就 問說我是誰啊 最近有看一部電影叫愛愛情的 什麼危險點啊 什麼之類的 講一個哲學家 在一個大學教書 然後他一開始覺得生命沒有什麼意義 很消沉 最後找到一個意義 但是他用犯罪的方式去找到自己的意義 然後又跟女學生熱戀啊 跟人家搞婚外情等等之類的 去探求自己的意義 但是就 好像也是砍錢影展的啊 那是我就覺得說 裡面用到很多存在主義的詞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再去看看 愛情的什麼失控點 愛情失控點 大家可以去對照一下 就講到說人的存在到底是那麼 是如何找到意義啊 人的命運又是怎麼跟機運之間產生人又什麼不可控制 最後生命 壞了一個有問題的人 最後到底是怎麼樣子 縮限於命運 人和命運之間的糾結 就是如果有空的話大家就 不是有機會啦 就可以 就我覺得說是一個 用到很多存在主義的概念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分析說很多 其實憲政學這些東西是來自於很多傳統教肆在一起的 相互影響 用詮釋學 然後基本是對於婚姻主義 或是理性主義 今天主義二分那種的反動 最後能回歸一種 我跟世界同時存在一個世界沒有二分那種 或是像 Hedric講的那種 無聲之之啊 大象無形那種 人跟世界再次存有那種感覺 然後詮釋學 從早期說我要 尋找出神域要跟上天上帝的意思一樣的解釋 後期想要說我要跟作者一樣的解釋 最後作者的意思 然後那個誰講的 羅蘭巴特你們作者已死 然後最後是強調 讀者們不斷地去闡述那些 詮釋那些 自己看到的東西 是後期哲學 學哲學的轉向 基本上學生學可以源自於古時代哲學的傳統 然後跟理性主義經驗主義觀念論 但是基本 福塞爾認為說 唱術是受限於很多實政主義的影響 產生一些歐洲的那個學術的危機 所以他主張從心理學強調一種本質之觀 而不是在於那種實政 主義或是經驗主義歸納的那種方法 強調一種燒業現象學的建立 基礎解決 康德認為說 物質生其實不可知的那種限制 還有第二個他的學生 佩德克 他就有比於福塞爾常要說 對外界事物的那種本質之觀 他講過 透過哲學的存有 去修正鮮驗 康德鮮驗那種本質的追求 鮮驗哲學追求 去回到兩個世界 在此存有的那種關係 然後最後一個梅肉旁壁 第三個梅肉旁壁 當然現象學還有更多的學生 然後教育哲學 目前當前研究比較相關 就是幾個學生 沒有同意說你知覺去解構 傳統迪他人來 身體跟心靈的二分 而提出一種身體跟靈魂同一的 倒閃肉身的想法 就是我在意識 東西其實不只是我的心靈在作用 我的肉體 一種活生生的身體 同時在運作 我同時看到的東西不是影像 也是我身體的那種 確切的感覺這樣子 可以活生生肉體 跟它會痛 實實戰戰地真實看 而不是我只看到 像你這樣 或是聽到神明的 就是外外螺螺螺 甚至跟我產生一種 公正的那種身體可以感受到 然後最後一個 Shields 他是有別於說 傳統哲學家那種考量 我跟事物的關係 他比較著重說 我跟人 人跟人之間 他透過 BOX WAVOR 社會學的觀點出發 強調一個 我跟你同樣都是生存在一個共同的生活世界中的感知體驗 所以認為說 我可以跟你之間產生一種同情共談的可能 就不會像 傳統哲學家 他沒辦法處理的問題是說 就算一個哲學家想的在透徹 但是別人的想法如果跟他不一樣的時候 怎麼去判斷誰講的才是對的 或是我一個哲學家體驗到一個事物的話 他怎麼跟別人證明說 這種事物的感覺都是如此 Shields透過這種社會學生活這些的方式 帶來一種人物為主體信念那種 互相理解的那種可能 當然這個物為主體信念 不是Shields首先提出來的 是那個胡薩爾晚期 在迪卡爾的神思裡面 他就提出來說 我們可以看過過觀察對方的表情 對上的活動 去感同身受對方的心情 對方的想法 對方的情緒 就胡薩爾的時候 後期就聽從對個體的認識 轉向一種不為主體的那種可能性的考驗 而且產生 胡薩爾後期也有跑到一個 前面主體的概念 就已經開始跳投他早期 只是追求外界思路那種直觀 跟直直觀的那種方式 基本上現象學胡薩爾他認為說 現象就是一種事物 對我自己顯現他自己的一種東西 而不是說我去理解物這個東西 可是在一種意象性的作用中 我看到一個手機 就等於說這個東西 手機跟我產生一個連結 我意象到他而不是說我跟他是切開 而是兩者之間已經產生一個清明的作用 不是我去看到他 而是他來讓我 他在呈現在我面前 所以他強調一種現象學的工作 就是用純和不論 把這種理向旋置放入瓜 採用本質直觀的方式 去看到這個手機自己對我的呈現 是我加入一些手機外交的人出去 他想說這是Sony 我直接去體驗 去看到這個手機對我說了什麼話 然後去回歸生活世界 透露出我身身個體的存留 基本上胡薩爾認為說 在傳統理性主義認識論 或是那個心理主義裡面 他有基本錯誤 一個是心理主義的 一個是人本 跟生物主義 他認為說這個都跟操練有關的 他使很多物體的意義變得不明白 然後再操練一種消失 我認為說加入很多外在的因素 或是我主動去認識 或是一些 一個是 一個是 太過主觀 一個是太過個環 一個是太過觀念論 一個是太過偽情論 一個是太過觀念論 因為我以前太過微霧論了 讓我們那種主科二遠而鴻 我沒辦法去克服 所以他認為說真正的 現象學研究要在一種異象性之中 我跟事物產生關聯性的那種意識 比如說我意識到 意識到手機 就代表說 不是我的主體跟手機這個主體 這兩個東西之間產生一種關聯 它產生一種異象性的那種作用 那認為說 真正的現象學研究 必須要同時 像現象學環原 排除一些 操驗跟我眼前這個事物無關的東西 的假設 然後用直覺去感受 知覺它 感受它本身自身如何存在 而不再考慮自我 我主體的關係 主體的位置底下 直接掌握這個現象的本質 一種絕對致敏的被給予性 那是凱德格的 凱德格不曉得的看法 就讓回到物資深 讓物自己對我說話 而不是我靠一些外在的條件 我自己主觀去理解它 然後就要凱德格而言 現象學是一種方法的概念 他描述對象包含事情的什麼 還有如何去研究 那另外說 現象學告訴我們如何展示跟處理這些東西 捕捉它的對象 重點像那個吳賽爾一樣 就回到物資深 自明性的探究 不要去自己添加一些偏見 說這個手機是Sony 這金主格怎樣 是防水怎樣 而直接去體驗到 體驗感受磁關 這個手機對我們而言有什麼意義 它是什麼東西 然後海德格爾的 在文學裡面有指到說 現象學這個磁能的組成 你不明白嗎 現象跟邏輯 然後存有這個論 只有在現象學之中才是可能的 所以也意味著它從課題的研究 或是意識的研究 轉向一個對於我對我自己的那種的研究 我對我自己存有的意象性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對海德格爾而言 現象是由希臘詞顯現自身 衍生的 就是存有者自身存有自己 就等於說 有一點像說我要理解我自己 就等於說我跟我自己去對話這樣子 他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在 海德格爾也指出幾個語詞 包括現象有人自旁的 跟現象沒有人自旁的 一個是存有的本身 然後有人自旁也是 透過指引者去顯示一個 不自身顯現的東西 然後現象是自己自身會顯現的東西 所以說這個現象是由人為主體去認識的 然後這個是誤自己來告訴我它是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是假象 就是疑似像那個 狗在橋上看到另外一隻狗 叼著肉一樣 這種幻象 然後羅克斯是說 公開說出來 讓人家覺得說這個是現象有什麼道理啊 的覺知到靈性跟關係性的東西 然後另外還有現象的 就是用那個什麼 用現象照片 直接去本質直觀的方式 去看到這個東西的本質 而不是看到外在眼波 跟它離地扣扣的那些概念 像現象學的就是 至於現象學的 就是用展示或解說的方式 概念的方式去吸 那個什麼去吸 這樣子 就等於說一個是還是我現象照片 就看到它表面的東西而已 但是現象學的是探穿表面 深入它那個本質裡面 本質直觀去掌握裡面的本質 可以印記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認為說 現象學在描述上就是詮釋學 現象學就是解釋 然後死在就本身有解釋的意思 它持有 就是一種 詞在現象學就是一種 詮釋學的作用 其實這個詞釋就是說 只有人才會變成一種詞釋 就是說 它把我這個概念放在一個時間軸來講說 每個時時刻刻都有一個 我的存在就是 這個存在會不動的 有變動的生存 就是一種在 在人在此 某一個時間中是什麼意義 但是在某個時間中 因為不斷地改變它自己本身的那種 人跟環境之間關係的那種意義 他認為說 哲學出力的就是純有論的東西 可能就凱格格的看法 然後就胡塞爾來講的話說 現象學中那個本質 不是它自己有化的現實 它是可能性高於現實的性 就有別的那個實證論說要去驗證什麼東西 現象學關注的是 不是找出確確實證的東西 像那個邏輯實證論說 一定要透過什麼 數學的邏輯去檢驗 或是自然科學的事實去驗證 現象學強調的是說 一種可能性的看究 是一種意義的 這個東西都有什麼意義 或者是說它到底是不是符合確切的 真實的存在這種東西 接下來我們就回到學者的那種子 學者的那個思想來去探討一下 首先看到胡塞爾 我們首先就要想到說 他比較著名的著作有觀念 就是他從康德對康德那個物資生 不可知裡面想要去找出一條超越之路的講法 然後還有歐洲維持院超越現象權 還有陳詩回到物為主體裡面 基本上他主要的觀念就回到物資生 不是我去理解東西 是世界來的 就是東西來告訴我它是什麼 不是我去帶著我既有的觀念去幫他貼上照片 說它是椅子 它是電腦 它是手機這樣子 回到物資生的東西 我存得無論 就是我不要去 假設它存在的時候 我不會去帶一些片件去說 它就是什麼東西 然後放入貓戶 然後再次本子旋置起來 然後把它外面的不相關的東西獨立起來 然後通過直觀的方式去掌握它的本質 然後現象學的方法 現象的還原 然後還有本質的還原 所以我搞到後期的那個超越的主體 就是我們不是把世界跟主體 我們認識的我跟外在客體 不是二分的 是兩個之間 共同意義 世界跟國的意識 是直接共共人生 出一種寄存的事實 所以超越的主體 跟世界是二分的那種的想法 還有它在後期的程式裡面 提到那個護衛主體性 透過觀察別人的身體 可以用一種感同身受 類似的方式去感受它冷靜亮道的世界 接下來就是我們 第二個是shoots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 擴充到社會群的面向中 除了說我對事物的本質之關 它延伸了菩薩爾的強化 認為說我們每個人跟他人 因為生存在同一個世界 生活世界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感同身受到 你會知道他者的意識 意識到他者今天到的東西的感覺 比如說別人喝一杯星巴克的咖啡 是什麼感覺 然後我就回想到 我跟星巴克的感覺是怎樣 就可以被感同身受去 孟子講得到什麼星巴 側眼之心還是什麼之心 去探討別人感同身受別人的情緒或感受 他也都能說人 因為共同生存在同一個生活世界 所以人跟人之間充滿了相互離職 具有相互離職的可能 然後還有值得注意的是 shoots 他也提出來說 我跟他人有四種之間 第一個是直接體驗了社會真實世界 我跟妳面對面看到像無塞的時候 我看到妳的動作啊 看到妳的一些肢體表情啊 可以理解說 妳在笑自己應該很開心 因為我在開心的時候也會笑這樣子 妳在跑步的時候 可能是很緊張的跑步 我也感同身受到 我之前也曾經 因為這樣子緊張而快速的跑步 想要趕快繞到目的地 然後當前的世界就是我們 有別人之間我們面對他人 還是一種間接 我們透過同處在同一個世界底下說 某個政治的目印會什麼緋聞 然後遭受到爭議 會設身處理說 如果我是他的話 是否也是同樣面臨同樣的爭議 這種間接性的那種對他人的掌握 然後前的世界是我們從一些作者 死掉作者的那些文獻 古代的文獻 感同身中去理解到他們的想法和感受 後的世界是我們對於未來的那種想像 說未來的 有點像我們之前講到的未來主義 未來的人到底是怎麼思考的 有什麼未來的危機 或是未來會有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不過像我們之前講的那個 回到未來一樣 一樣幾十年後到底又生產的出什麼東西 新的科技 什麼自動綁鞋子的 自動綁鞋帶的鞋子 或是什麼 我們不用用電腦 什麼的之類 對未來的那種想像的 因為我們是生存在生活 是基於生活世界 然後第三個是梅洛環體 他就強調 他寫的著作就是知覺性上學 他強調知覺優先性的道成肉身 他認為說知覺是世界的也是身體的 就可是說 傳統認為說知覺只是一種心理的作用而已 或是知覺只是感官的刺激 然後我說身分性是合在一起的 他也提倡說我們要重視知覺優先性 尤其在審美經驗裡面 他特別強調在這部分可以做相關那個誰 適當的那個林鋒騎老師就特別強調那種知覺優先性的作用 就傳統我們有時候 教授別人知識的時候常常會問說 老師常常問學生說你懂了沒有 但是卻很少會說你覺得如何 他有舉一個例子 說他小朋友有時候戴著那個龍毛娃娃娃 會跟他說話說 你能不能熱不熱幫他穿衣服 一開始那個林老師就覺得說 幹嘛這麼幼稚 沒有生命的東西 小雄那邊怎麼可能會冷會熱 然後後期有一天他工作到很晚 看了那隻小雄突然這樣 天氣又很冷 他居然不知覺去幫他添加衣服 他覺得感同身後覺得說 這隻小雄如果有生命的話 那跟我一樣一定是在天氣很冷的時候覺得很冷 他就體會到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知識不只是認知的事 是我們情感的知識 感性感覺的知識也是同樣重要 只是在教育現場中 長久以來常被忽略了 變成一種冰冰乾孤的一種表面的學習 學習沒有熱情而只是一種冰冰的知識而已 這只是帶給我們 美容房地帶給我們思考的地方 我們除了說學習知識概念之外 我們透過身體去體驗學習的那種重要性 我們第一次 比如說我們第一次看到星星是怎樣的感覺 那種感動 或者第一次看到未然的大海 在一個陌生的地方看到一個未然的 位置的景象或者是怎樣的驚奇 感受如何 我們常常被忽略了 甚至很多物理或自然科學課 也沒有帶我們做實驗 只是叫你背一背公私 沒有親身去體驗 沒有就沒有你生命那種意義的 透過身體去接觸和產生生命 意義體驗的那種開疹 所以他也常常有活生生的 Flesh的身體 我們認為說每一個知覺都有特定的示意 我們透過活生生的身體 在行動之中 身體是可以移動的 我們在身體世界移動之中 去那個理解 去真的透過身體去認識整個世界 不是透過我們腦袋去認識世界 這等於說 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不只是用眼睛看 我們用耳朵聽那個音效 同時有時候我們看到驚悚的畫面 我們有一種 貓鼓手藍的感覺 或者我們看到 開心或是爆笑的劇情 哈哈哈哈這樣大笑 這代表我們身體 看電影的時候 並不只是在看而已 其實我的感官裡面 眼睛在看 耳朵在聽 皮膚在感覺空氣的流動 或是我的鼻子在聞到一些隔壁 爆米花的味道等等之類的 同時在運作 我們的感官不是拆開來說 我在看的時候 就只能眼睛看而已 是同步在運作這種感覺 不過在前髮跟後期 那個德論資的 無器官的身體 就比較不同 無器官的身體 就不會強調這種感官的運作 而強調在一個 不分認的器官之間的整體性運作 這個是 雖然說分出很多不同的氣氛 但是不同的氣氛 是同時運作 互相協調這種可能 就比較跟後期的 德職比較不同的地方 這是美國皇帝 不過他是找死做的 他很多有趣的想法 就比較沒有被 也是比較往單一進來 比較沒有被國人說 有普遍認識 不過是一個滿有意思的學者 現場學的學者 近期開始發現到他的理論 影響也開始突然的加快 基本上按照吳京國老師 對現場學對教育研究的啟示 發言 基本的理念發言說 歐洲危機的批評 反提他的惡分跟心物 惡分跟理性作用的科學 技術理性的發言 還有反對那個 就是回歸到 那個胡塞爾自民的那種觀念 可以去本質之關 還有像秀子講的生活事件 在教育上的意義 就是反求出幾分境外情編 然後對社會世界的了解 對現場的深入了解 還有回歸物資深 採用執心的研究方法 不過我覺得這好像有點是 跟一些我們常看的概念 執心的概念是連接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怎麼去推導 這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做那個零零探討 反正出幾分裡面是來自一 比較偏向於誰 胡塞爾的那種 生活是在秀子的 或是胡塞爾後琴那個 或是那個比卡爾的繩子裡面的 然後回歸物資深 大家不塞爾還得了 實際的研究方式 就可能很多同學 不過胡塞國老師可能 就比較沒有寫到 沒有或綁低的部分 就可能在體驗學習啊 什麼之類的 也是很重要的地方 就可能在可以運用 強調知識 覺得知識的 懂得 understand之外 還有你的feeling how do you feel 你感覺到 什麼也可以寫進去 如果有遇到以後的生問題的話 然後接下來第二種 有別於說我去看到一個東西 東西被我看到 東西被我看到 對於現象那種掌握 異相性的關係 前世學關心 它是來自於西亞動詞的那個 Hermenors 跟那個 Hermenia 的那個打蛋 它意思都是那個前世的意思 主要探討說 我們怎麼去掌握某種事物 指稱語言 能不能理解 可溝通性 然後去 去認為說我們如何 在 溝通被扭曲的情境下 去理解說 你所說的是什麼 那種 透過語言的翻譯 把 你所說的是什麼 我可以去理解 然後轉換成我們熟悉的事情 那是鳳吳老師的看法 然後 一個 Pl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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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寫一本書 全世學的 中文的介紹 有中文的翻譯本 然後把全世學分成五分 六個階段 後來著重聖機 解釋 就是造型 可是很多福音 馬太福音 什麼福音之類的 解釋權 就只有在教會裡面 牧師啊 神父之類的 然後我們信徒 就要貢獻給教會 然後尋求 神父牧師的開心這樣子 比較強調說 哪個福音裡面哪句話 其實真的意思是怎樣的探討 然後接下來 寫來 他就開始導浪說 一般文學 全世學不只是全世聖經 到底 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甚至文學作品 可以去 大禁 接下來 用一些學者關心到 一切可以與人連結的科學 就有點跟現象學那種 東西去做結合 還有 跟教探索 開始走向科學的方法論 還有 還在可能存在存有 解釋現象學跟他的結合 然後最後是說 走上那個後結構 或是結構主義 說他是一種恢復意識 但是一種破壞作者 原先意義圖 一種重建 讀者 作者的意識 讀者可以自己詮釋 你在閱讀的過程之中 也是同時在不斷詮釋不同意義的東西 然後我記得以前到學生前 學這學課的時候 代表 哲學老師跟我講說 常常給我的理解是說 早期的詮釋是要求說 我們要符合原先作者 或是上帝的想法 一模一樣 企圖找成這個東西 到後面開始了解說 除了原先作者的想法之外 還要回到那個 設神處地 回到作者的背景脈絡 去了解作者的背景脈絡 去理解說他為什麼這樣在想 然後到後期的詮釋 學會講到說 作者的東西已經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是我們讀者讀出什麼意義 就不斷地去重新建構文本 然後後期一些 還會重視一些互文性 有別的我們前面講到互為主題性 一些學者的詮釋寫 也講到互為文本性 就是這本書裡面可能有 像以前左傳 有什麼左傳柱 或是什麼 論語有什麼 論語柱什麼柱 四處極柱 等等之類 很多不同 一本書裡面很多不同 柱解或是相關的柱 彼此之間可以互相詮釋 這種新 文本的可能 就比較不會探討 人的主體 而走向語言 跟那些文本論述的層次 基本上分出來的詮釋學 包含了這六個學項 然後代表人物就有各自的那個 那個什麼 聖經詮釋的 有那個 當火啊 Teller啊 一般文學有那個 Augster 然後Wolf 然後那個 語言理解 學萊瑪2 搶到一般語言文的 然後人文科學的是那個 迪爾泰 搶到生命的體驗 生命熱情的情感 然後存在的方法 黑的格格那個 海德格格加達美 還有語格爾強調說 我們本的那個重新閱讀 然後這個圖表 都照顧我下角明明 這些的話可能會看得更清楚 他們關注的問題 就可能不太一樣 從原本的聖經到普遍的文學 到一般的 普遍語古典語文 到一般的文學 到藝術作品的暗討 然後甚至那個 人類我是誰的那種價值 還有人的歷史之身 產生意義的 還有多重意義之間的 多重分出身間 怎麼去消除意義之類的 互為主體 視野交往這種 共同的可能 他們有各自不同的訴求 就基本上 像我剛剛講的 從原意的了解 然後到作者輩子的了解到 可以讀者可以創作出一些 可以自己詮釋出屬於支持的意義 不斷地 等於說讀者及作者的意思 然後到最後 變成說 他不關心讀者作者 只關心文本跟文本自身 怎麼互交物 無本性的那種 理解交互產式的 全球更多的意義 基本上神學詮釋學 就代表探討說 不帶人透過祭司去理解說 突然間閃電了 代表神要傳達給我們的意思 我們要怎麼做 才不會違抗到神 且受到出訪 然後這次接下來 詮釋學 在地爾泰裡面 它有區分出經驗 有不同的用法 包含了德文裡面 R-E-M-G-N-E-S-B-E-N 第一個是經驗的意思 就是代表說我對一個經驗 代表說我曾經經歷過什麼東西 的一個回憶的事件 第二個是經驗翻譯 體驗就是說 我直接體驗到當下瞬間那種的東西 然後一個是經歷說 我實踐中 正在進行中 有那種一段歷程性的經驗 一個是一個片段性的 一個回憶的那個什麼 記憶 還是像記憶體驗 驅在哪一個檔 那一個檔 把這個經驗連在一起 不斷地在進行中 然後這個在當下 體驗的狀態 其實在德國裡面 它很多語意的 語尾的不同 有不同深層的意思 只是我們中文有時候 全部翻成紀念 但是可能就會 忽略到它原始的意義這樣子 接下來 吳慶果老師 有介紹到 那個 雪來馬赫的全治所 感覺好像是 像小木偶一樣 像個兒童 的一個 牧師神父 他認為說 他強調說 人性跟宗教的一體感 而不是古武者 然後從神學的解釋 到一般文學 跟心理學 那麼那麼亂 那如果有時候理解是 動態的過程 我們是說 原本上帝怎麼講 就一定是 牧師或是我的老師 怎麼講 就原人戰 然後我覺得要透過文法學 去獲得客觀性 透過心理學 去瞭解作者的想法 跟時代背景 還有從這三題的 語心脈絡 作者的文藝脈絡中 來瞭解 我們 不是從片刻的 就一個一句話 而沒有去掌握成題 的脈絡 在理解轉過 還有透過語言系統 來理解 不過 武者要透過 女情的理解 理解作者 在什麼背景中 為什麼要這樣子寫 這是第一個 學馬赫 導向一般文學 從神學走回到 一般文學的那種觀點 第二個是迪爾派 他是跟德國的精神科學 他強調跟文化學派 斯普朗克那些 有很密切的關係 跟美學也有很密切的關係 他也影響到那個什麼 喜樂 就我們之後講到美感教育裡面 美育書選有個學者 德國的學者叫喜樂 也是跟迪爾太是好朋友 想到說 那時期流行在歐洲 跑來跑去到處旅行 旅立 迪爾太有講到說 自然需要解釋 精神的生活需要理解 就體驗到生命的意義 其實迪爾太對我們剛剛講的 存在主義 也是影響非常理睬 或者什麼影響非常深 他認為說 體驗透過青森到各地區旅遊 能夠實際的 自然的體驗 是理解文化的基礎 他是對個人的生命分心 神的掌握 透過身分心來體驗作品 可以通 那個什麼 是重構作者的生命的表現 還有體驗的客觀性 在於說我們每個人都 像剛剛講的 就是 也像 不思不為主體性 或秀著不為主體性 像我們 有共同體驗 所以我可以去擬情的理解 作者為什麼這樣子寫 劇中的主角為什麼 這樣子的行為去擬情 同情形的理解 也講到說 體驗全世界的方式就是擬情 甚深處理 把自己處理 作者的情境中 重新體驗作者的原意 然後重現作者的原意 就會有點說 要回到作者環境中 然後再去 像我自己作者 這樣子去 從自己生命經驗跟 作者的經驗之間 去想像去擬情 去激盪出 詮釋 新的內容 然後再來是黑的格 他這裡又出現了 他提出是 存有全世界 就是他不去處理文學 這正部分 他不去處理文學做朋友 你要放心 我是誰 我跟自己的對話 去開展出 活出自己的生命 他會說 全世界不是方法 而是存有 然後你在理解的同時 就是也是在全世界的同時 然後理解在全世界之前 這是跟以前哲學家 他會說 全世界晚了 再去理解 在不同的地方 他認為說 我們是在理解中 存有開展自己 存有顯現的狀態 一個是存有開展自己 一個是存有顯現的狀態 一個是存有顯現的狀態 同時同步進行的 他認為說 背禮節的東西 正被他存釋的時候 另外 跟排德格 有關於 全世界有關 他提出一個 前理解 跟先前結構之間的論證 他認為說 我們人 可能就是 理解一個似乎不明 帶著自己先前結構的偏見 但是這個偏見 像我們常常說偏見是不好的 認為說 我們先前觀點 對對象的整體認識 遇到一個新的事物之中 看到一個觀點 成為一個新的切入點 然後 還包含了 先前的觀點 還有前理解結構 還包含了一個觀點 然後 預先掌握一個接納對象的方式 其實有點像是 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常常會講到說 我們有帶著什麼視角去看世界這種感覺 就是說 你有帶著一種天線去重新詮釋 理解這個事物的意義 然後最後可能講那個 大象無形 大英神形 它走回一種沒有理解的理解 就是一種無言的那種理解吧 就是無言的詮釋 對生命那種跟自然交流在一起 just reading 那種的 你不要去理解 就不去理解 樹葉到底是綠色的 然後是什麼 從枝幹化出牙 你就直接去理解 詮釋那個樹葉在風中飛舞的 樹枝樹葉在風中 苗翼飛舞的那種的情境 那接下來 那個第三個 就是 再來就是那個乾的 它在這裡的方法裡面 反對那個Molar的那個Venal 它也是延續著佩德克的想法 它提出一個先前判斷 它認為說可以形成我們一個視野的立足點 但是我們每個人有自己的視野 每個不同立足點 會產生我們每個不同人的視野 但是我的視野跟我的視野不同 怎麼辦呢 所以讓他們說 也許我們都只看到一個微卷 一個角度 看到一個微卷 在一個高頂高速或一個位置 只看到一個東西 但是我跟他人 被透過一個 在同一個歷史時空下的視野交融器 去讓作者跟全世界之間 去相互詮釋 互相變成過程 他也認為說每個人 歷史條件不同的產生 視野不同 但是經典原因 完全無法能同 全世界的理解說 那更關注的 不是作者的重現 就剛才講的 不是去重新理解作者 他到底什麼意思 是我在跟同樣的歷史的視野裡下 作者同樣的歷史視野裡下 去互為主體 那種的視野交融 那種的視欲融合 那種 詮釋出我的詮釋 就由於轉向 把詮釋權的主體轉向於讀者 作者原本的演生 另外他也講到那個效果歷史 他認為說 我們在重新理解歷史的過程之中 其實也是重新在經過歷史 還有歷史有開放性 可以讓我們在歷史 視野融資理解歷史 就有點像 我們是在有流行出 一種課程史文舊 就早期歷史就可能說 一家之眼 就周公 遙順周公 文武與湯 怎麼之類 文武與湯周公之類 一代一代 每個世界都是刻得好好的 史學家寫怎樣 但是我們較乾人的看法來看來說 就變成說 我們最近吵了那個 課程歷史無大 歷史微調課綱的爭議 同樣是日本曾經統治過 或是佔領過台灣這個時期 有人叫日據時期 有人像日治時期 就同樣發生了過一件事情 有的人 他可能是基於不同的歷史形態 他就會說 我們是 台灣是中國 背後割讓給日本 然後有人 其實是很可憐 被日本人壓迫 所以是日據時期 有人就認為說 我們台灣主導意思 哪是中國割讓的 日本只是其中一個統治者而已 用日治時期來代表 就代表我們同樣一個歷史 一個課的歷史 歷史不如想像中 像史學家寫的 或是課觀 哪一年發生什麼事 哪一年發生什麼事 照法看法 全世界有一份觀念 他說 我透過不同的觀點 炸中國的觀點 台灣主體的觀點 日本人的觀點 或是像菲律賓國家的觀點 或是一些外國的觀點 他強調說 透過這種不同意見 的視野之後 去不斷地去形成 新的那種思慾 強到創造性的可能 另外他另外說 理解其實並沒有 後期的文章 強調說 理解並不只是說 我知道就好了 你還要去在實際的實踐之中 去跟你的理解的理論中 去做辯證 就有比如說 我跟平行的辯證 變成一個理論跟實物之間的辯證 然後我覺得說 基本上我們現在很多 直線比較好 關於性部效部的那種 什麼三角簡證啊 什麼東西啊 或者什麼 限時度啊 之類的概念 其實跟剛才的那種 三角簡證法 視野的教文之間的 理對啊 融合啊 或是說 理論強調說 一個做研究 強調說 你不是哲學教做理論 就好 你要實際 實際教室在教學中 是否可以應用 然後跟理論跟實踐之間的 對話辯證 這些我覺得說 跟幹人們的想法 有一群同共之妙 然後根據吳慶伯老師 所寫的 全是學對教育研究的意義 大致上 他基本的念法 來自根本的歷史性 常常存在同一個歷史項 所以有不同的可能 儘管說 我們立場都不同 但是我們不同視野 底下可以有 視野叫我們可能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主體意識性 什麼存有 存有 存有對自己存有的掌握 還有那個 學安馬赫強號說 作者的脈絡性 還有當代的脈絡性 還有重點 全是學主要 不是告訴我們這個東西是什麼 還是這個東西有什麼意義 然後在教育上的意義 吳慶伯老師分類 是包含說 生活背景是構成 學生視野的基礎 就是強調生活經驗 其實有點像跟剛數字 那個 生活世界連結在一起 還有 學習是不斷擴展意義的過程 所以我們通過視野交流 不斷擴展自己的理解 有一個課程學者S 他也講 引用那個卡西的單元視覺的人 講說我們其實看世界 不是一隻眼睛在看 而是兩隻眼睛同時 在共構出一個我們雙眼的世界 他認為說 我們在做研究或是學習的時候 不應該只看到一個視野而已 而應該學習不同的視野之間 跟既有視野之間融合 去不斷地擴大我們對於世界 對於世界貌物對於自己的理解 還有這兩隻教育信心 應該是放在脈絡中來理解 不是斷掉說 說只看到他們的表象就那麼多 學生 那種說 老師提高學生 沒看到學生可能太壞 什麼之類的 做出違規的行為 或是學生明明沒做什麼 是老師提高學生 我們只看到某一個點 而互列整體的環境 還有掌握意義是重點 還有師生復為獨體的 在教育上應用上理解 師兄之間的互動 還有對教育現象深入的理解 也是執行方法的意義 這是我們上次上到分析哲學的異名中 好像這些東西好像整個差不多 但是後面加詮釋學 然後那個 限量學存在主義都連得差不多 是分析哲學的異名 但是分析哲學自己走到後來 是露入類似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說到底是哲學 在理論跟實務之間的連結 怎麼樣有更多的論證性 即使不同東西產生同樣的結果 到底是適不適應的 或是不同東西產生同樣的結果 或是不同東西產生不同的結果 是如何的 我覺得說 這可能 我不會想 就可能 請大家回去 可以思考一下 到底是什麼 你比較認可 我覺得 我也不應該給各位 太多固定的答案 因為有學習這種 至少是歡迎 應該想成 每個人不同的批判 思考 辯證的那種 精神態度 跟能力素養 好 基本上我們 的存在主義 大概就是 強調主題的意義 然後心中覺強調 對於純有的 從對於世界話中的本質理解 回到純有的理解 還有詮釋學通 透過那個原本作者 原意神意的掌握 到我自己讀者 可以去建構我自己的出師 就 它構成是一個比較 內在性的 不可厭 比較少厭真性的 不過它也是有個理想的企圖 強調 人跟人之間那種情感的 還有那種 不同觀點之間 可以融合的 不是說我透過實證主義 找到一個科學的真理 就普世都用了 因為它有點涉及到 價值論的層次 不像說 分析哲學早期的認為說 我們就是純粹客觀 然後它反而是反對說 有純粹客觀這種東西 也是強調各別的主題意義 強調多元發展的東西 這影響到後期批判理論 甚至後現代後結構主義的發展 然後這個部分我們之後 上一道課的時候 再跟大家提到說 兩者之間 存在主義、現像學、全世界 跟後結構主義 然後那個 後現代主義之間 後現代主義之間的 關聯性的探究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上課 這東西還算蠻多蠻深的 其實 光是存在主義 或是現像學 或是全世界 都可以開一門整學習的課 甚至一整年的課 都上不完 甚至說海德河一人 都可以開好整幾學習的課 要跟淡淡講得很清楚 是比較 講得很詳細很清楚 是比較困難的事情 不過因為我們 這節課的務必 就是要處理教室檢定 跟教室真事的東西 那我們就希望說 可以給大家一個出復的積模 然後希望大家回去的時候 可以有PPT可以看一下 那些人他的主張 到底是天上的什麼 至少可以做連連看 第一步是說 什麼人大概在什麼主義底下 他的想 什麼主義到底是什麼 核心精神 雖然說大家講的不一樣 有什麼共同的精神 然後什麼人 哪個學者 包含在什麼主義底下 他的想法比較不同 比較特別的主張 就有點像是說 必殺技 像我們有時候玩 電動文句話是什麼東西 或是投手一樣 或是那個什麼 打棒球 投手一樣 像我今天某個投手 我的專門是什麼 指插球啊 快速變化球啊 或是什麼 曲球啊 或是什麼 插 橫切球之類的 這等於說 每個學者也有點像這種感覺 雖然我們都是投手 但是我們有各自不同專長的武器 會配合不同的主張 然後重點是 你要在考試的時候 想辦法知道說 確認這個人 那裡有什麼學快 那學快是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共同的東西 特別的東西 這個人 是屬於什麼地方 他有什麼議題 能夠連結起來 大致上在面對考題的時候 你就不會害怕 當然不是說 能夠完全完全掌握 題目的解答方向 至少有一個計謀 可以讓你知道說 遇到不會的考題 寫考古題的時候 遇到不會的時候 從哪個面向去找線索 甚至你實際上 教檢或教程的考場的時候 遇到哪裡判斷 或是忘記的考題 有什麼線索 可以幫助你去做出 勝算比較高的打田打的動作 那我們就希望 要做哲學課宣課 雖然自己在一起 還是希望給這個基礎的概念 那個計謀概念 可以在未來的考試 或是你的人生 教師哲學的行程之上 有更多的論述 更多的深層的意涵的表述 不是像那種淺薄的三星兩翼 或是什麼之類的 只有口號而已 而可以有些 不是在教程的考試的時候 可以提出 像哪個學生在講什麼樣 或是以後你會念研究所 或是寫論文 或是寫其中研究報告書 或是教師評鑑 引用到學者的看法 就跟你自己空口說白話 自己認為 就那個什麼 至少兩面教徒不同 人家感覺得你好 其實都出來很有深度 跟我們從小寫作文 是一樣的道理 那基本上我們今天 存在主義現象學 跟詢學的課程 大致上就上到這個地方 就告訴一下 有問題的話 就歡迎mail給我 這樣子 然後 那之後我們可能會 調整一些上課的內容 加入多加入一些考題的 練習的地方 那我再整理一下 那我期末還有考試 因為你們說 去決定你們的那個成績 有什麼 成績的達分數